真的變涼了 現在日夜溫差這麼大 你說暗戳刮炮 我好好奇 還可以預防感冒 當然了 第一個就是我們要暗 暗哪裡呢 第一個穴道就是 在我們的頭頂上 這個就是我們的鼻子往上 往上這樣子 從正中線往上的時候 經過我們的法際線 法際線上面大概一橫子的地方 就是我們的上心 這是屬於我們的都脈 跟百慧一樣都是都脈 就是很簡單 我們副院長這樣大家看得很清楚 你按到百慧穴了 往前往前 法際 他沒有法際 那也就是說 我們從我們的鼻子往上 通過這兩個 我們額頭這裡 有一個連線 上面一寸 一寸怎麼找就是這樣 一寸就兩隻指頭 對 一隻指頭 大母哥 橫的 橫的大母哥這樣子 這個地方 這個就是我們的上心 按 按 左三圈 右三圈 最好能夠配合呼吸 深呼吸 吸吸呼吸 按下去 然後中間重按旁邊旋轉 這樣子 這個是我們的上心 然後上心 剛剛丁醫師有提到 我們有一個黃金三角 在我們的什麼 銀香穴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銀 銀香 那香跟著鼻子旁邊 想到香就知道它的鼻子旁邊 那這個穴位怎麼找呢 它很好找 就是我們的鼻翼 跟我們的法令文的交接點 這個地方 往這裡 往我們的鼻孔 對 好 對 很明顯 對不對 按得很好 這鼻子也會通對不對 對 這個 那這個地方就是暗 所以我們按了這個地方 然後再來還有一個穴道 在我們的背上 但是也很好找 自己可以找得到 怎麼找呢 我們先把我們的肩膀露出來 對不對 那也就是說 我們要先找到 我們有一個穴道 待會兒用到的 就是在我們的這個 肩頸穴 那個大椎 大椎就是第七頸穴 也就是我們頭 要是彎 壓下去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有個對吐出來的 那個椎的下面 一個凹陷的地方 那個椎就是我們的第七頸穴 就是我們的大椎穴 所以從這個大椎穴 跟我們的肩膀 肩膀最外端 對不對 肩膀最外端的地方 這樣外端 然後跟它划一條線 中點 中間的這個點 這樣抓到那邊 抓到這個點 就是我們的肩頸 那就好像一個蓋子一樣 就從這個地方往下 氣要讓它往下 然後抓上去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刮 那也可以什麼 我們剛剛提到 有一個刮是在我們 所以刮是刮大椎下面這裡 對不對 刮 對 刮就是抓大椎這個地方 附近這個地方 然後就按 按就是肩頸 這個地方就有特別的按法 就是你這樣按 按不到 我們自己DIY的話 我們就會把十指 周指什麼 十指 當母哥這三指 用抓起來的方法 把它抓上去 有沒有 這樣剛好也可以舒緩肩頸 對 我們自己這樣子 抓上去 壓 拉 拉 拉 有沒有 抓 好 這個地方就可以抓上去 所以這些保健方式 大家日常都可以用得到 那我想請教一下副院長 你自己本身是沒有染疫 但是你一直希望說 在尤其像今年這麼多人 確診死亡的情況之下 希望這個死亡率可以再往下降 是啊 所以我們本節目一個好的養生方法 可以終身作用 如果一個好的政策 對老百姓才是有幫助的 我舉個例子 我在值班的時候 有一個病人從高樓下掉下來 工地掉下來 插著三根幹條 送到醫院去 我花了三個小時 把他生命真相穩定 又進去開刀房 開了八個小時的刀 四顆的專科醫師 開了八個小時的刀 住院住了三個月 我看他走出去 我覺得很有成就感 那你花那麼多時間 只救了一個人 但是你如果有一個好的政策 可以救很多人 我後來去新竹當衛生局長 我跟你們報告 全台灣省 唯一的子宮頸癌疫苗 十年前 免費施打就在新竹市 現在全國在打 那是一個好的政策 可以造福多少人 譬如說這次的COVID 我們開放邊境 送了四支篩檢的篩劑 那請問這四支篩劑 如果你沒用 你怎麼follow 我們SOP都沒有寫 那是浪費我們老百姓的錢 那如果我當衛生局長的時候 你跟我講說 你要怎麼做怎麼做 你把它弄得好 才會有意義 將來有時候我們要打到 第四劑 第五劑 第六劑的疫苗的時候 要買哪一種疫苗 打完疫苗會怎麼辦 有腦物要怎麼辦 各式各樣我們要讓老百姓清楚 所以原則上 疫苗要有人去監督 一個好的政策是要有人去督導 還有不好的政策也要有一些人去監督 這才是對的 所以都要有配套措施 把這些相關的環節都給 把關好 我們人民才能夠放心 因為真的在今年冬天 不好過 已經在 因為新冠的關係 造成上萬人死亡了 那希望這個冬天 兩種疾病一起來夾擊 包括新冠 包括流感 大家可以把自己跟家人保護好 剛剛提到了 流感疫苗 趕快去打 對不對 不管你現在確診了多久 這個是不衝突的 所以可以先去打流感疫苗 那如果說你確診之後呢 記得就是在三個月後 趕快再去補打 讓自己的身體多一層保護力了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